书院的本质是入室之道 所谓书院之道在于现实 对人今日我败了 但是我隐约误导了一些东西 接上集 第一次举世伐唐时 叶青在青霞与军末大战 最终秀为被废 之后他游历世间 来到宋国小住了下来 他一边教授家境贫苦的孩子识字 一边传播着他的新思想 几年以后 他的身边竟云集了数十万信众 叶青宣扬自救 而非依赖神明 主张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浩天 当新教以星星之火 成燎原之事时 就注定了道门会逐渐衰败 浩天会变弱 在供奉浩天的道门看来 新教必须覆灭 叶青也必须死 所以灌主派出了龙庆 带着堕落骑士找到叶青 虽然李漫漫和四先生范月前来营救 却最终没能改变叶青被烧死的命运 但这一烧促成了叶青成圣 叶青死后 新教声势受到了严重打压 但没过多久 在唐国和大和国的支持下 有重获新生 陈皮皮也毅然接班 带领着十三门徒 在天下继续传播着新教 另一边 宁缺派人给叶红瑜带话 告诉他曾经侮辱过他的那人是熊出没 但叶红瑜并没有立即动手去杀熊出没 而是选择了暂时隐人 因为他尚不知 道门已派出龙庆去杀叶青 还寄希望于用熊出没的命 以及道门的和平去和冠主谈判 为哥哥叶青争取一条生路 冠主用谎言暂时稳住了叶红瑜 而后便派出了道门当时 战力最强的三个人 西陵长教熊出没 南海大神官赵南海 和之首冠一陈道人 去伏击他 最终叶红瑜从桃山绝壁一跃而下 靠着墨山山打配合 方成功逃脱 叶青成圣前的那一晚 破而后立进入清静境的灌主 竟再次突破 达到清静之上 原本倚仗轮椅行动的他 悟得站起身来 在风雪里向着崖下飘然而去 不久后 书院大先生李漫漫 似是得到了某种信息 也随之消失了踪迹 宋烟边境一处小镇上 九徒和屠夫望着天上那轮逐渐暗淡的月 猜想在神国的战斗中 夫子没有任何优势 而人间 李漫漫和灌主同时消失 必然都是在寻找浩天 但两人都很疑惑 如果灌主找到浩天会做什么呢 难道真有人敢杀浩天吗 在他俩看来 就算浩天已经虚弱 却仍旧是高高在上的天 连数千年前 那个异常强大的佛陀 也不敢那般 姓陈的小子哪里来的胆量 他又为何要杀浩天呢 两人很不解 但他们却清清楚楚地记得 浩天曾经承诺过 让他俩获得永生 如果浩天变弱甚至消失 这个承诺便将不复存在 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此时的时间 书院正按照原计划 逐步展开覆灭西灵的行动 而西灵也开始了第二次举世罚堂 于是 九徒和屠夫商俩 身怀无惧的九徒 也跟着灌主和李漫漫去寻找人间的浩天 并保护他 或者说保护双方之前的约定 而屠夫则前往陶山 如果盗门真的是按照 神国那个浩天的意志在行事 那么屠夫将助他们一臂之力 但忽然间 屠夫的眉毛挑了起来 神情显得极为凝重 他瞬间便将腰间的屠刀拔起 横挡在了面前 虽然证明只是虚惊一场 但他们对远在长安城那恐怖的剑意 十分忌惮 因为早在数年前的桃山光明祭时 他们就已经感受过那种危险了 只是宁缺这次用剑瞄准的目标 却非他俩 而是西方荒原深处天坑中的蒋经首作 帮助宁缺确定蒋经首作未知信息的 正是二师兄君墨 清霞之战后 断臂的君墨在树叶间黑发变灰 于是他一剑而尽 而后开始研读佛经 并来到玄空寺下领导了天坑内数十万农奴的起义 但因蒋经首作的存在 君墨屡次攻至班热山下都已失败告终 这次 君墨决定与宁缺联手 以原十三剑千里相攻蒋经首作 蒋经首作平静地告诉君墨 那剑射不死我 蒋经首作之所以如此自信 是因为他修成了金刚不坏之身 而且当初在月轮围堵冥王之女时 他就曾挡下过宁缺射出的原十三剑 君墨没有说什么 他只是轻笑一声 随即将修为尽数冠鱼箭中 高高举起了手中铁箭